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亮君老师 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 周期性数学模型的综合演练 首先我们来看到立体一 如右图 这是y等于a倍的sine bx加c的图形 其中a大于0 来请同学们求出 数序abc是多少呢? 同学们可以先观察一下 想一下哦 接着我们来说明 从图形里面 可以知道正幅 它现在是a的绝对值 也就是1分之1倍的7减负3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a等于5 好 接着就从图中又可以知道 现在的周期p等于2π除以b 那同学可以观察 从0到2分之2π是一个完整的周期 所以b分之2π等于3分之2π 因此b等于3 那么c呢? 好 接着再来看到 当x等于0的时候 y也就是c 所以现在是2 因此数序abc 我们就得到了5、3、2 两同学有了解了吗? 那么接着我们再来试看看例题2 来求出方程式 10倍的sinx等于x 它会有几个时数减呢? 那么由于我们之前有介绍 要来求10sinx等于x的 时数解构数 其实就是在求 y等于sinx 还有y等于10分之x 两个图形的焦点个数 因为我们先让10sinx等于x 先同除以10 因为我们对于sinx的图形比较熟悉 好 那么接着我们就将这两个图画出来 sinx 还有y等于10分之x的图形 那么同学们就可以从图中 看得出来 一共有7个焦点 因此这个方程式就有7个时数解 那我们再来试看看下一个例题 如果3分之π小于等于x 小于等于4分之5π 那么函数f of x等于sin平方x 加4cosx加1 那么请问同学 f of x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会是多少呢? 首先 对于二次的函数 sin平方还有cos 我们先让它换成同一个函数 也就是都换成了cos 把sai平方换成了1-cos平方 也就得到了cos的二次函数 因此可以利用配方法 得到负的括号里是cosx-2的平方 z加6 那么当我们配方法做到这里的时候 同学就开始写答案了吗? 请问是不是cosx等于2的时候 会有最大值6呢? 这时候同学就要想看看咯 因为我们平常 其实cosx的范围 是在-1到1之间 是不可能等于2的 而另外在这个题目里面 x这个角度 它其实也是有限制的 同学们一定要检查看看咯 好 所以从图形当中 我们可以知道 x的范围是从3分之π 到4分之5π 所以同学们 那这样知道 其实cos的范围在哪里呢? 最小值 其实可以是-1 对不对? 因为它经过了cosπ的位置 所以cos180度是-1 而在x在3分之π到4分之5π之间的 最大值会落在哪里呢? 其实是在3分之π的位置 同学可以从图中得到 所以cosx现在是介在-1到2分之1之间 所以这样子 所以这样子 f of x的最大值 还是6吗? 就不是咯 所以最大值会是当 cosx等于2分之1的时候 f of x会有4分之15 是最大值 而当cosx等于-1的时候 f of x会等于-3 这时候是最小值 所以同学在做cosx的角度x有范围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小心哦 接下来我们再试看看例题式 请问下列这四个选项 有哪些选项的叙述是正确的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 第一个选项是sin1度 小于sin2度 小于sin3度 是这样吗? 那第二个选项是sin1弧度 小于sin2弧度 小于sin3弧度 这样是对的吗? 再来第三个选项 是函数y等于sinx加1的绝对值 它的周期是π吗? 再来第四个选项是 函数y等于sinx 在x等于2分之π的时候 会有最小值 对吗?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看 第一个选项 当0度小于α 小于β 小于90度的时候 我们可以知道sinα 会小于sinβ 那么因此 我们就可以知道 sin1度小于sin2度 小于sin3度 是正确的了 那么第二个选项 我们先将弧度 换成是度度量来看到 1弧度大约是57度 2弧度大约是114度 3弧度大约是171度 那么又由于sin的180度 减θ 它会等于sinθ的值 所以我们就可以推断出 其实是sin3弧度 小于sin1弧度 小于sin2弧度 所以以上这两个选项 第一个选项是正确的 而第二个选项是错误的哦 好 接着我们来看到第三个选项 函数y等于sinx加1的绝对值的周期是π吗 那由于函数y等于sinx加1的绝对值 它其实就等于sinx加1 因为sinx加1它的函数值一定都是大于等于0的 所以有没有绝对值其实是不影响它的答案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利用 在sinx等于2分之π的时候它是最大值 也就是sin2分之π是1 所以其实在sinx等于2分之π加2kπ的时候 它会有最大值 那这时候的k是整数 所以第三个选项和第四个选项 我们会知道其实都是错的哦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到下一个延伸思考的挑战题 也就是假设A大于0 B大于0 C是实数 而y也就等于f of x 等于了a乘以sin括号里是bx加c 它的部分图形是如右图的 现在要来问同学们 那么f of 5分之π它的值会是多少呢 同学们可以先想看看哦 先来找出f of x吧 好 首先来看到 这个图形我们可以视为是y等于sinx 以y轴为基准线 水平方向伸缩成2分之3倍来看 因为现在同学们可以看到 它一个周期是3分之4π 而原本sin的函数周期是2π 所以我们可以看成是以y轴为基准线 水平方向伸缩成原来的3分之2倍 接着再以x轴为基准线 可以看得出来原本sinx的范围是-1到1 而现在的范围是-2到2 所以是千直方向伸缩成原来的2倍 然后还有 由于原来在sin0弧度的时候函数值是0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它其实是从00的位置 再往右平移了3分之π单位得到的 因此我们就可以将这个函数改写为是 y等于2倍的sin 括号里是2分之3倍的 括号 x-3分之π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向右平移了3分之π单位 还有周期是原来的3分之2 所以x前面是乘上了2分之3 还有正幅变为原来的2倍 所以sin前面的系数是2 好 接着我们先展开化解一下 也就是函数等于2倍的sin 括号里是2分之3x-2分之π 因此我们就得到了a等于2 b等于2分之3 c等于-2分之π 好 因此我们现在要来求的 f-5分之5π带进来之后 也就得到了2倍的sin 4分之3π 而4分之sin4分之3π的值 是2分之根号2 再乘以前面的2倍 所以也就得到了根号2 好 同学们可以再来想一下 好 那么进游以上的立题说明和练习 同学们有没有更了解函数的周期正幅 还有平移的概念了呢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介绍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